逐一的啦 反正你建立第1个 反正Layout 1 再来2 再来3的话就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 1 本来是1、2吧 现在多一个menu menu部分的话 你要把这个ID记起来 他的ID一个叫 2F 一个叫2C 那有点像Button 反正Button上面有个2F、2C 一样 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程式撰写的方式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来程式看一下 反正的话你画面上有什么 你就要去什么呢 一样做宣告 一样做连结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跟前面是一样 那画面上有要 宣告要连结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ADTest 所以你必须要 宣告一个ADTest的物件 然后一个什么呢 LBLoutput的TestView的物件两个 那再连结这两个 对不对 那连结完之后的话呢 本来是用4件 是用什么Button上面set on ClickListener 现在不用 现在用什么 用Menu 那Menu要怎么去撰写 其实这个就差一点 前面是一样 一二一样 三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要记得就是三的部分 那三的部分要怎么记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首先前面 宣告部分 一样 我也是一样 给他一个 TestView的 一个output ADTest的一个 TestTemp 这两个一样 对不对 那连结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我想都没有差别 只是说这里不用 第3因为 没有Button 所以没有4件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去 做两个东西出来 就是一个什么呢 按Create Option Menu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在旧版好像这个方法不会自动产生 新版好像已经帮你产生了 新的在4点几 好像这个 如果你这个方法没出现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按右键 在程式码里面置换制作方法 没有 你就可以去找到 他的那个方法名称叫 On Create Option Menu 就是说呢 这边有没有 OnCreate OnCreate 当 我们App 怎么样呢 被载入的时候 被创造的时候 然后呢 要顺便加什么 再帮我把那个 不是Content 再把那个 App